山美食街的一级战区涌入大批人潮 还触动远景上街感言 跟三级一开始人潮稀疏 形成了强烈对比 同一条街白天更夸张 机车站满慢车道 让网友看了只摇头 人真的是很多啊 大家都出来买宵夜吃 大马路上挤满人车 有人排东山丫头 有人想吃烧烤 炸鸡排生意更是抢肠棍 宵夜时间一到民众统统跑出来 但不是三级警戒吗 远景见状立刻上前赶人 有网友做出对比图 凤山中山路堪称美食一级战区 三级警戒刚开始 摊商照常摆摊 大街上根本没什么人 如今进入三级卫生 摊位前挤满自车 通通都是要来外带 网友说这下完蛋了 要是真的解封人潮肯定三倍跳 还有人说太恐怖 到底哪来的自信为解封 我两个礼拜来一次嘛 来到没有人 今天人超多的 好多人 尤其是外面的人更多 有有有人有比较多 同一条街一大早更离谱 两边温度统统停在卖车道 上海被下车买菜 整条大马路被挤爆了 骑士差点被挤到 对上车道 市场人山人海间碰间 体温还没量就放人 难道凤山人自动宣布未解封了吗 这个并没有因为这个违解封 所谓的违解封而放宽 高雄没有因为中央违解封而放宽 但民众们患了一到假日 开始自我解封 趴趴走 就怕这一松懈疫情恐怕再度爆发 记者林欣 马家瑜高雄报道